大家好 我是运达头顾 陈建雄 陈老师 欢迎收看乘风破浪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行情后市 这个下个礼拜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针对这个行情做一次详细的分析 大家好 我是运达头顾 陈建雄 陈老师 那这个礼拜的行情呢 大家都很知道 形成一个高档震荡 在21000点在附近做震荡的动作 那震荡的过程呢 大家可能比较担心说 这个行情会不会突然击杀下来 或者是这个行情呢 它整理完以后是不是又往上涨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评估 这个行情到底后市何去何从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线 周线呢 其实它已经连续四周 连续红磅四周往上面涨 而且它越过的前波高点 所以呢 当它越过前波高点之后呢 这个地方它变成一条 通常来讲 我们会讲说 没有越过高点之前的 那个是一个压力 但是 当它越过高点之后呢 那个地方变成支撑了 所以呢 这个高点呢 20883这个位置区就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将会形成整个大盘 在下个礼拜震荡的过程里面 它能不能守住的一个关键点 如果说它能够在前波高点拉回 它并没有破前波高点 这个所谓的支撑点的话 那么表示这个行情是多头延续的行情 就会要持续的再创新高 但是如果它一跌破这个20883 这个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个 假突破真拉回 就可能就会出现一波 一个所谓的拉回的现象 所以后面要观察这个前波的高点 20883是下个礼拜 大家要注意的关键 那么虽然此数呢 可能在那边做个震荡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股票 因为呢 此处震荡来讲 它可能跟大型的全值股比较有关系 但是如果说我们选择的股票 是跟全值比较没有关系的话 即使大盘的震荡 选股不选市 仍然是今年下半年 非常重要的投资策略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533的协议期 它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这边是少了两根K线 少了两根K线 但是没有关系 它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它已经呢 即将要突破全波高点 这个高点呢 基本上是才突破了 如果是以礼拜五的收盘家来讲 它应该突破这个高点了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平台整理区呢 已经整理高的段落 也就是说它先涨一波上去 然后进行一个平台整理 平台整理结束完 又开始要又再度的往上做攻击 那么协议期基本上它是做什么 做那个伺服器冲闯 也就是说 它呢 不是完全只有做所谓的汽车 或者是所谓电动车 大型的机械工具 它有转型到什么 转型到AI伺服器里面的机柜的冲压 所以呢 它的业绩呢 也会随着AI伺服器 大量出货的情况之下 跟着往上面做水涨船高 所以它的股价呢 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也强势的往上面做攻击 那下礼拜呢 预估呢 还会有高点 第二档个股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光中旭的股票 我们要留意到 像这个3450的联军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颈限的位置区 这个地方颈限的位置区呢 它已经做突破了 它已经做突破了 那突破变成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假破底的形态 那我在节目上曾经讲过 我说假破底呢 会增穿头 所以呢 像这种个股呢 未来它基本上 会先挑战这个高点 甚至呢 来突破这个高点 为什么联军呢 会有这个机会呢 因为最重要是我们知道 那个矽光磁呢 这部分呢 联军呢 它已经有 掌握到一些所谓的小量的一个 矽光磁的晶片呢 这一部分呢 它已经有开发出来成功了 所以呢 它在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开始量产 先小量出货 那么开始做量产 那当然在2025年就会开始正式做出货 正式做量产的动作 但是股价一定会先行反应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基本上呢 可能这个近期来讲 会在这个高点那边做震荡 这边有高点那边做震荡 但是震荡以后呢 基本上还是有创新高的条件 跟这个机会 细光磁未来仍然是未来 整个呢 电子产业非常重要这个趋势的情况之下 像这种个股都有机会 开始整理完以后 开始在网上面做个补涨 或轮动轮涨 所以这两支个股呢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今天呢 我们节目的讲到这个地方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如果你要更新的资讯呢 请加武的LIOT OK17168 OK17168 加武的LIOT以后呢 有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祝大家操作顺利